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谈最非常重磅的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对话 那么现在呢,已经这个出来了啊,这个谈的内容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说这个事情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国军的一个优异的表现 台军天马操演多枚导弹拖把坠海 参加来源一半是身手 据台湾联合报道,台军本周在屏东方山进行天马操演 淘室导弹实弹射击 现场计算成绩不佳,有导弹不胜拖把坠海 台军方28日表示,这次参演的官兵有二分之一是无经验的身手 台防务部门将在下周召开检讨会,全面检讨训练 弹药和天后等因素 作为明年参训的参考 据报道,台军16日在屏东方山地区实现天马操演 并首次采用新时载台与发射系统 射弹,实弹射击旧型2A淘室导弹 白天操演时射击17枚导弹,仅10枚导弹命中目标 外界质疑是否属射弹,到达使用年限还没有被淘汰的导弹 导弹妥善率欠佳,参演射手都会兴盛的问题,影响成绩 台防务部门训练参谋次长市军事训练处长刘胜墨坦言 这次操演有些导弹没命中,有些导弹失效 部门下周会召开检导会,整队来源训练 装备弹药减整集射击方式调整等进行全面检视 言提测净作法作为明年社训规划的一句 读他们这个更改的这个语法和更改这些词,特别费劲 就是说我觉得会让一个人进入到一种愚蠢的一种状态 因为跟你这个语言系统,神经系统,语言系统是有关系的 他们这样子去改这种什么残疾人 他们叫身障者,障碍者,你去改这种话 这个语言改掉了,那个脑子就会产生那种功能性的紊乱 就会特别蠢 所以说,他们这个天天要保卫 把台湾变成一个刺猬岛 逃逝的这一种,旧的不能再旧的这一种导弹 都能打成这个边 而这个导弹很好瞄准 对吧,而且还有人工去打 哎呦我的天哪,那这个不叫导弹,这个叫飞弹 叫飞弹,台湾这个话讲的没错,是叫飞弹 你只要飞起来,乱射 乱射,对吧,就好像有着带蛙 说,对着我打飞机,对着我来往打飞机,射出来的那个金页 啪啪啪啪啪啪,射屏幕上传送式的 他这个导弹也是,也像这个射金页一样的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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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在屏幕上到处都射 然后就把人给打死掉了 嗯,然后然后就吃一碗牛肉面 啊,弄了弄了个顶,弄了个顶太风 啊,高档的顶太风,吃一吃 你们大部分人是不是吃不起,消费不起 嗯,再弄两颗卤蛋 啊,塞了那个嘴巴里面 啊,这样就正好了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军事的 这个全世界最牛逼的一个水平 好,我们现在来讨论政事啊 给大家轻松一课 王毅,美方不能用自己走过的道路 一侧中国 8月27日至28日 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 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萨拉文执行新一轮战略沟通 进行了坦诚实质性 计则性讨论 王毅表示,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 梳理其中的经验教训 有助于更好开辟未来 找到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一是啊,中美关系要保持正确方向 关键在于两国元首把垛引流 双方应该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原则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 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是,中美两国要避免冲突对抗 关键在于尊重三个联合公报 要维护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统完整 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 尊重中国人民的震荡发展权力 三是,中美互动要顺利开展 关键在于平等相待 从实力地位出发 不是国与国交往的正确方式 四是,中美关系要行稳致援 关键在于巩固民意基础 应当为人民之间的交流 搭建更多桥梁 铺设更多道路 而不是设置障碍 五是,中美双方要实现和平共处 关键在于树立正确认知 中国对内之力 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对外努力为世界和平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美方不能用自己走过的道路 意测中国 也不要用强国壁坝的模板 镜向中国 王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台湾这次会议是 中国改革开放性的重要里程碑 为外界解读 读懂中国提供了新视野 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王毅强调 台湾属于中国 中国必将统一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 美方应该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到实处 各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雷克公报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那么桑利文是怎么说的 桑利文 美中之间有分歧 有竞争 也有许多合作的空间 同意应以平整的方式对待对方 竞争也应当是健康公平的 美国无意同中国脱钩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不支持一中一台 美国和中国将长久的 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 美国政策目标就是要找到 让美中关系可以持续发展的办法 美方愿同中方继续保持在沟通 增进相互了解 建设误解误判 其他的地方 我们也不讲 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呢 这次只是一笔带过 那么整个这个一个过程呢 从这里面的通稿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就像我说的 台湾问题不是中美 这次谈的重点 因为台湾问题 已经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了 因为今天你美国说 我要打台湾牌 我军舰过台海 就可以 让菲律宾在南海闹 就可以稳住台海的情势 这个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老美这一点 他这就想多了 因为你今天支持台湾 或者不支持台湾 你支持中国统一 或不支持中国统一 台湾已经被包围了 在台湾东侧 也已经是被包围的这个态势 解放军只要攻击A军员 拉出来 马上就可以把它给废掉 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在于怎么样敲美国 拿台湾敲美国更多竹杠 这个倒是真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第一个 就是王毅谈到的第一点是什么 我们再来复述一遍 谈到的第一点是 真中美要保持正确方向 关键在于两国元首把舵银行 双方应该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赎合作共赢原则 弱势两国元首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 健康可持续发展 重点就是中美两国的 这个发展的这个关系 就是说我们 你可以说是竞争对手 但是说你这个要良性竞争 你不能恶性竞争 对吧 那么有的人说 萨利文可能 哈里斯的团队不会用他 川普上来以后 可能不会用他 可能他四个月以后就要滚蛋了 就于他这个人来讲 你话这么讲是没错 就对他这个人来讲 可能他是要滚蛋了 但是你要明白 美国国家权事务助理 代表的是十三家族 代表的是美国深层政府 在白宫 整体制定这个战略的 就是萨利文 是这个职位的人 总统是来拍板的 这叫智囊团 首席智囊 就总统是来拍拍板的 你看美国出来 总统都坐在当中 国务卿坐这里 国安顾问坐在这里 萨利文他走了 但是下一个人 他还是代表这个十三家族的 这个利益的 今天你共和党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民主党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他都是代表的深层政府 代表深层政府来监督总统的 你要搞清楚 什么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要搞清楚 所以说他是走了 但他走了 他为什么要来谈 照道理 廖超子不干了 去你妈的 我要退休了 我干嘛了 他是来代表这些深层政府 来跟中国来谈的 不是代表美国人民 美国总统你可以说代表美国人民 美国国务卿 你可以说代表的美国的外交政策 但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他不代表美国人民 他也不代表美国政府 他代表的是深层政府 所以说第一点来谈的是什么 大家这些利益的这些点 怎么怎么怎么去搞 怎么去维持 对吧 所以说跟美国国务卿谈什么 那个他妈的都是次要的 那等级是不够的 那个是王毅用外交部部长和布林肯 在那里谈事情 跟沙利文谈不是用外交部部长 是用中共中央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央外事办主任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25人之一 现在只有24个人 政治局只有24个人了 没有25个人 对吧 那因为少了一个中办主任嘛 那么OK 王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代表的是中国最高层跟美国来谈 因为中国中国不搞深层政府 中国就是中共 就是名牌的 那代表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他代表人民 那整体利益是一致的 但沙利文代表的是深层政府 所以说他们来谈的就是说 一个就是中美 就是说今天都到这种程度了 关系搞得这么僵 大家怎么样去维持 那中国说的很明确了 你不要拿你走的道路来依测我 说我是大国 我就是必称霸的 如果我是苏联 我是另一个苏联 我们不称霸的 但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利益 我们不称霸 但是你美国称霸 你美国耍狠 我们就要来跟你博弈的 跟你来搞对抗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 像这样的阶段性的这种沟通呢 是有必要的 因为呢 他们反复在抢 以免误解误判 就说啊 现在我美国 你搞这么多制裁 我拿菲律宾来弄你 我在缅甸那里 找小巴拉兹来 来搞你支持军政府 在世界各个角落 我都在找势力来对付你中国 或者你中国也他妈的 找势力来对付我美国 你中国把中东给整合了 中国支持俄罗斯 那这些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们之间已经需要有一个对话了 哎 你是这个东方这个阵营的这个大哥 我是这个西方阵营的这个大哥 这个之间是要有一个沟通的 因为我这样来搞你 你会对我怎么样 大家首先一个保身不打仗 就是两国之间不爆发武装冲突 这是标准的一种冷战的一种一种格局 但是我说过 你只有见美国的来中国 你见不了中国去美国的 官员去美国 对吧 一个一个轮流来北京 这就是 什么 这就是说中国目前是不怕的 其实我们对他也在搞战略核讹诈 我们的潜艇 他找不到我们的潜艇 他找不到我们的潜艇 他就没这个底气 今天中国能正常到美国的潜艇 我就比你牛逼 那美国在整个东部 在整个东部地区 他要来跟中国来搞这个威慑 他是行不通的 那怎么办 他为什么要把蒙加拉国给搞他妈的颜色革命 要这个圣马钉岛 他就是在蒙加拉这个地方 在蒙加拉湾这个地方 在印度洋 他要埋伏俄亥俄的这些潜艇 俄亥俄的这个潜艇 之前在中东那边亮相 他不只是威胁伊朗的 他也在威胁中国 如果我从那个阿拉伯海那个地方上来以后 我这个导弹 我可以打伊朗 我DAS-530差级 我也可以从巴基斯坦上空 他妈印度上空直接干到你中国这边来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那些地方 要部署很多水面舰艇 打击点海盗 派个他妈224导弹快点就够了 派052D去打击海盗 055去打击海盗 这也有点太夸张了 在那个地方是干嘛 这些军舰是什么 进行海上中段拦截的 或者说前端拦截 打他妈的这些核潜艇打出来的这些导弹 因为就在这些海域 阿拉伯海 要么就是在蒙加拉湾 在蒙加拉湾 现在我们好像没有 有军舰一个也在这个里面进行执行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美国在南海 他不停要搞事情的根源 那宝里海区啊 在这个地方 他妈比直接打出去战斗导弹 就可以打了 不用跑到太平洋 在南海里面就可以打了 所以说还是一个什么 一个军事力量 今天你中国的军事力量 让美国处于一个首饰 明白吧 中俄在太平洋 开这些军舰 他们晃来晃去 让美国很担忧 怎么北太平洋军演了 一会儿阿拉斯加了 一会儿这那了 让他头很大的 所以说这就是军事力量 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水下军事对抗 他吃亏了 所以他在外交场合上面 只有他来北京 不是中国去 如果像以前你只看到中国的官员到美国去 现在你看到都是美国来中国 就是这就是说 你要用实力来的话 我中国是不怕你的 我目前处于优势 我处于优势 我就不会到你美国去 是你过来找我 找我谈 而且还有一个 因为确实现在中国 你说在军力方面 在其他的方面 支持俄罗斯 支持中东这一些 把美国的这些布局的这些棋子 全部都打破了 而美国现在也出不了战略家 国际知名的像布洛金斯基 像基辛格这样的战略家 也出来不了了 对吧 他们之后还 你哪个美国国安顾问的名字 你能听得懂 有一个人 他倒是有一点东西 那叫博尔顿 那个逼活 那个逼活是有点东西的 那个逼活是有点东西的 但是那个逼活跟川普也不待见 搞了一模 因为川普开掉他的原因是 他代表深层政府的利益 所以才把他开掉 因为川普他想 插底里想农奴翻身 要当犹太们 当主人 那只能把他给弄掉 所以说这个就是目前中美 就是阶段性的一个沟通 所以说沙利文 他四个月换了 下一个人上来也一样的 他们不代表美国人民 他们代表美国的董事会 光明会的这个董事会 攻击会 光明会这些董事会 他代表的是这个 代表是一亿美元后面的 那个赫鲁斯之眼 圆归尺和金斯塔 赫鲁斯之眼代表的是那个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他不代表美国人民 美国人民对他们这样是耗财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